大家好,欢迎回来《军公开幕》 我们今天又和陈博士一起谈谈科技上的发展 我想有很多网友有留意到 美国尤其是在民航机发展上 其实除了追求包括一部机有大有小 或者能源效益上增加,越来越省有,飞得越来越远 越来越舒适之外,越来越安全之外 其实始终速度都是很多民航机想追求 但是以往我们说到的和谐机都是快 但是你说来往伦敦和纽约三个小时 但是真的太吵了,还有很多在机上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不舒适的体验,快就快了,但是不舒适 这个 trade-off就不是人人滴得顺 最后也接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NASA 又和Loki Martin做一个合作 是不是真的能够开拓到一个 来近一个超音速的民航市场 又能够再次打开 透过这一部机,就是我们说X59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所以今天会和陈博士一起讲一下 这一部机,究竟它现在的情况去到哪里 以及这个X59究竟会对民航带来什么冲击 会不会甚至会对军事,即航空界的板块里面都会有冲击呢 今天跟大家聊天 大家记得帮忙在NHK 以及在科学生之中给like 以及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和陈博士聊天聊天 陈博士你好 Larry好,大家好 是的,为了说起这一架X59 当然我们说到NASA 他们领导这个program 以及我们说Loki Martin Loki Martin就是Skunk Works 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部飞机是未首飞的 第一次飞是未做的 不过很多老朋友都已经看到这部飞机的Signature 就是大家看到这部飞机很长 但是呢 只是说我们说的飞机 哇,那个长度 都差不多好像飞机的三分一 还是一半那么长 陈博士你怎样留言呢? 这部飞机为什么形状那么神奇 它又和以往的 我们说和系客机的样子是有些不同的 这里给我重温一点童年往事才讲正经的 就是话说我小时候 听到和系客机超音速这些字眼 双眼放光的 就是我会觉得 哇,竟然有东西可以走得比声音快 就是其实等于今时今日 大家都很有兴趣想一些科学上的问题 有没有东西可以连光都快的呢? 那什么叫做契伦阿夫光 这些概念呢,听到就很引人入胜 甚至乎呢 当家人告诉我以前 喂,不是哦 和系客机曾经降落过啟德机场 哇,那我听到更加哗哗的声 到自己真的读到超音速飞行那些基本原理的时候 哇,原来超音速飞行呢 你突破音障啊 或者之后超音速飞的时候呢 是令到周围鬼杀那么吵的 因为那个冲击波是非常之厉害的 那甚至乎呢 我们要懂得计计一下那个冲击波呢 是如果你在地面 某某高度的时候 那个冲击波在这样的飞行速度之下 是会隔了多久 就会到了地面那里 你就会听到它那样 就是吵软巴闭呢? 就是这些有基本的东西可以计计 或者如果有朋友可能 香港可能都有机会听到 但是就会少一些 如果你是有军事上的超音速的飞行 你去飞行的时候 你地面是会听到那个音爆的 其实是 如果你在欧美 机会会多些 总之那个地方 那个空军活动 若有这些超音速机的时候 你也会听到 可能甚至乎有朋友 我直接看过那些巷展 直接亲耳感受过那些烦烦的声音 那就是很吵 首先就是 这个也直接影响到后来 那些这样的和谐式客机 成本效益是一个问题 它能够接触到的那个机场 它可不可以是一个 每个机场都对呢? 会不会中间 挖过了太多民居的位置呢? 尤其是越是大城市的地方 你去到越是市郊的地方 可能已经的地皮越来越值钱 越来越多人住 而你那架这样的超音速机 就算是比较远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冲击波很厉害的关系 你依然会听到很大声很骚扰 所以这个是直接影响到 那个和谐客机的 可以用的那个范围 所以呢 在这次上一代的和谐客机没有了 其实很可惜的 那架机本身的形状很特别 很漂亮的 那这个是符合那个 就是流体力学的那种设计的 就是要是这种超音速机 你就要有一种这样的形状 那我想这里很多 就是听众你有兴趣战斗机的那些 你一定会明白 甚至能够讲到更加多 但是民航没有了这种东西 其实是挺可惜的 但是现在我X59似乎是想企图 将这种东西去复活 透过一个新的技术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企图是 就是做一个更加适合大众 和更加适合未来的版本 那你可以回想一下 和谐客机它对于跑道的要求是高的 其实Larry 你会不会想到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和谐客机 它要求跑道要特别长呢 那你讲以前旧式的那只和谐客机 其实第一 它那时候电子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先进 那些道行 其实它还是很多 很需要一个机师自己去降落 还有呢 和谐客机很抵死的地方 就是它那个位置 它望出来对地面 它的角度是不漂亮的 以往我们讲的文化机 其实它考虑过机师的视野 就是看跑道那些当然很舒服 因为一个样子很正常的 设计是 但是它们的设计很奇怪 所以它很有趣就是 这个机头呢 它们在降落的时候 会回落下来的 但是其实呢 老实你这样降落呢 它那个角度也看得不好 所以呢 我相信 其实在那个年代 那个渡航的设计 或者那个电子也不是那么好 那些跑道应该要长一点的 安全一点 而且它又快 降速那些很多东西 所以我想 如果现在去做呢 我估计那个技术上的突破 应该都不小的 是的 就是很有趣的 刚才你说的那一刻 那个机头要硬一硬低 让那个机师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其实是几次 几次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叔叔呢 开始有老花呢 不想脱褲眼镜呢 就把头放低一些 在那个眼镜顶那里看一看 就是看一看 等自己可以呢 没有镜片和有镜片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近的东西和远的东西等等 就是那一刻动作是这么白苦的 其实我觉得和諧客机要落那一刻 好了 另外就是为什么要求 刚才你也提到的 速度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个和諧机那种形状 是有利于它超音速飞行 但是相对也都代表了它不是太有利于那个低过音速的飞行 低过音速的飞行呢 那对翼呢 最好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这样的747 雙手张开那种这样的翼 就是雙手张开得来有少少靠后 但是呢 如果去到这些这样的和諧式客机 是收到很厚的嘛 向后掠得很紧要的嘛 但是他这么说 你换了做和諧式客机那种形状的好处就是 他在那个超音速飞行的时候呢 面对那个由喘流产生出来 对机翼震荡的那种损害是会低很多 但是牺牲了什么呢 就是令到它在低速飞行的时候呢 承托力是会差了 那所以呢 你那架机如果是一架和諧式客机 那个翼是比较向后发的话呢 你就需要以临降落的时候 都要以一个比较高速地去冲下去这个跑道那里 才能够给你足够的承托力 慢慢地把那架机压下去 那所以你降的速已经是快 所以自不然跑道就要长一点才能下跌了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可以这样理解 当然你刚才说的那个 要压低的机头装一装啊 看清楚一些东西 要预松一点 要预松一点 要预软一点 要预长一点 那也是一个因素 那就是就着这里来说呢 它如果挖过一个闹市 那枝与会很大 就是我们平时以前 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听众 会经历过那个 啟德机场上空有飞机飞过的那个年代 你会觉得自己 用一枝浪衫 都快捅到飞机下来的 那种感觉 那个分费就一定是过一百的 一这样滑过的 那但是呢 如果说的是 就是和谐客机呢 你都没有压到那么低 你已经听到成超过一百分费的那种音量了 就很疯了 就算它在天空上面很高滑过的时候 那时候都是会 下来的时候 你又是有个引擎 又回到那么多一刻强 令它持住那么多一刻的速度 它也有回到那么多一刻的 所以又会是 那又变得很不实际 所以这次的X59 它是很针对一样东西的 它就是很针对 就是能不能把它弄静一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X59 除了说是一架民航机 但是我觉得 大家最值得留意就是 它最锐意去克服的那样东西 就是在它超音速飞行的时候 那种升浪 我看到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很厉害的 它说 它是能够做到 当你在那个天空超音速飞行的时候 它下面的冲击波 画过的那个音量 就大约等于你关车门 一架私家车 把车门摆在一起 或者你搭的士 把车门摆在一起 那种这样的声浪 它说60分贝左右 其实我们聊天 人聊天聊大声点 看你聊什么话 聊广东话在街上 在茶楼上 都超过60分贝 其实可以 有时候吵架也不止 但是呢 如果是在 未引入这种设计之前 我是说 那个升的能量密度 是大1000倍 就是连那个分贝 都大30分贝 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设计 就是我未知道它对军事上 有没有什么很实际的用处 但是我觉得它只懂得用一个很好的科技 去减低这个升浪 那已经有些科学原理可以尝试去解一解了 因为呢 陈博士 我想是和那个设计有关 你看到它那个臂那么长 其实它是不是都 有助于分解那些 那么厉害的冲击波 令到它整件事可以静 那些科学原理 是的 如果就算呢 我们找网上的资料呢 你很难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解释 为什么它这样的设计 是可以做到静了的 因为呢 实际上它开发的时候呢 它是要 比如加多一些形状 减少一些形状 它就不是用手的计算 也都不是完全依赖那种风动的测试 它呢 也都依赖很多那个 电脑模拟的分析 就是首先 这架机未正式放入风动之前 已经在那个电脑模拟上转一次 然后同时也都用电脑模拟去转一下 最后和你风动出来的结果 是否吻合 就是它们已经能够做到 我预想的事情 和风动量度出来的事情 是差不多的 就是这样 所以也都印证了 它那个电脑模拟的能力 那究竟 为什么 就是 可以简单一点这样说 我尝试用一个最简单的 我用这个语言去理解 如果你不是有这么长的鼻 整支东西是短一点 纯粹你当是像隐形战机 一个道三角这样的样子 它这个东西这么短 就是说它产生出来的那种冲击波 几乎就是在一个这么短的长度 压缩在一个这么短的长度里 去产生出来 就是说 那个能量 在同一个长度里面 就会装了更多的冲击波的能量出来 于是乎 它给出压力波的变化就会很大 现在呢 你拉长了 其实有少少就是 已经是在整个结构里面 有将那个冲击波产生的范围 拉到一个更加长的距离那里 就是用一个天真一点的想法 就可以这样去理解 如果大家是找得到 他们那个实际去 就是在风动测试的时候 去画出来 究竟它的冲击波的形状是怎样的呢 其实是去画出来的 的而且确看到它在肌鼻最头头 还有那个肌 就是我尝试用一个昆虫那样的表示 或者一个动物那样的表示 那个头就是最嘟嘟的鼻歌那里 有头有尾 它在颈位那里有个小小的三角的 如果Larry 你看回这架X-59的设计图 它在那个领位那里 又好像打了一条胞胎 就是一个小小的三角那里 又是会产生一个小的冲击波 接着去到那个腰圍那里 又闊了下来的了 穿着一件好像连身裙的什么 都还没完 去到那对脚位那里 都有个三角形的结构 其实可以想象就是 这样说 如果这样的设计 对于你要达至高的速度 未必是最理想的设计 但是它现在就是企图 将冲击波拆散它 另外呢 也都尽量保持飞行的稳定性 就是说它有一些的翼 有一些的辅助翼 是帮你去稳定架 压到架架稳定些 都挺像你摺摺那些这样的 就是指飞机 有时候有些人就喜欢 机头又要摺一架 机尾又有一架 那其实最后一架机 是可以飞得稳一点的 那其实多多少少 反映了在这个X-59的设计 那里 它伸了这么长的鼻子 似乎就是 将一个先锋部队 首先将那些风 破开那种这样的概念 就令到最后 整件这么长的东西 产生出来的冲击波的能量 就拉散了在一个更加长的距离那里 那接着客观上你就听到 噢 细声了 就不会说出现了一下子的大声 而是一个可能 拉散了一点点 就是一个长一点的范围里面 比较细声一点的一个状态 就会似是这样的 还有呢 都观察到这部机 它现在去到 分三阶段 它在第三阶段 它都是美国的内陆城市的飞 它真的是这部机 它那个分配 刚才陈博士说到60分配左右 它真是静到热 以前的塞铁机 因为太吵了 所以其实只能够 是点对点 尤其是沿海城市这样飞 就伦敦纽约 是吧 伦敦纽约 可以进入内陆的 那就是太吵了 你沿着那些人 就在声音轰炸 就是吓到他们以为 就是核战打到来 那你现在呢 它低那么多 那变成美国国内自己第一 就是飞行可以 市场托展了很多 就是你能够幻想到 美国航空界里面 自己那个市场的市场 托展会很大 以前就不可能做到 美国自己里面的市场 这个是其一 就是我们看到的 都很静 而且飞得舒服 其实以前那些机舱里面 这些乘客都很不舒服 就是它飞得这么吵 我想是的 引擎吵 还有那个阴障 都会突然之间 会错一错 那现在呢 就算对于 这个事情可以说 相信也都对于 那个机内的人 突破阴障那一刻的时候 因为能量始终是可以 相对没那么集中 有机会能够做得 相对舒适一些 那这个呢 就真的要有 机师坐下去 或者实际飞的时候 放一些东西上去记录的时候 真是看看 能不能够做到这个效果 不过现在也很先进 你看到这个驾驶仓 其实基本上 他给我的印象感觉 好像我们讲第二套的 Tom Cruise那部电影 《Top Gun》第二集 他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他驾驶一架 不记得是海军 还是空军的一架飞机 十倍音组 当然是很搞笑的 但是你看到 这个设计有点像 就是窗子 其实开在两边 不是开前面的 然后呢 它是用镜子去看东西 就是用摄影机 就是镜子去看东西 这部也是 它里面呢 就是跟习博士聊天 说它用4K的影像 有些镜子去拍摄 因为其实你真的看不到 那部机背那么长 你怎么能看得到 这个机场 照计跟习博士聊天 你觉得它这个机身 影不影响它 降落大部分的机场呢? 就是它如果现在 又可以做到这么好的镜 现在机场的引导 那些系统 可能甚至要开了一个系统 那些系统 怎么引导它去降落 那些系统 那些系统 甚至是引导它去降落 那些系统 那些系统 这个文化市场 其实都密合不大 基本上那些机场 大一点也能够擁有 我想它很针对性 对于世界上各大城市 都可以下得到这部机 你说是不是 一个某某美国的小镇 像远市的机场 那些机场的小镇 我想他们又不是追求这样的 但是只要能够在那些 航线最轻盛 客量最大的机场 都能够吃得到的时候 我自己都很希望 会像这种形状 这个X-59的形状 将它升幅 能不能够復活以往的和諧客機的風光呢? 很期待 一方面你又看到大陸搞那些鐵路 好像覺得鐵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現在你說如果說 美國能夠將這種超音速的運輸 在飛機層面體現 然後還能夠成本降得便宜 對於周圍的滋擾是少的時候 我覺得又是另外一種 一種自己背後硬實力的一種進步 我猜其實Loki Martin對民航市場 他一直都有一個野心 但是始終都進不了去了 但是你說如果自從直升機那些都進去之後 這個民航市場這麼大塊餅 你說波音和Airbus這樣競爭 他會不會都成為一個很重要的contender 就是接下來 重要的就是他在顛覆中 就是用一個很快的速度 但是可能用一個相對廉價的價錢 就是可能你大概是一個商務客位的價錢 或者是頭等機場的價錢 但是真的很快 就是很快速地去對一些行政人員 就是可能他們來往兩邊的商務客 那個發展可能 就是我們如果這樣去看 可能Loki Martin都真的 藉著這個技術去打入那個民航市場 也不奇怪 是啊 就是他能夠做到那個產品是民航機適合的 他就順理成章 就是 我想 現在當然是似乎是越來越多戰爭 你能夠販賣軍品就可能是真的賺很多錢 但是相對那個 政治上的不穩定性是高的 是不是 就是隨著那個國策而 而很多時候影響到那個生意 但是你一進到民航那個領域 你就是一個很穩定的收入來源 還有有一件事我差開一點點說 在這個X59的開發裡面 其實很能夠體現到 它那種電腦模擬的能力 這件事我們不是 可能不是一樣好像很有趣的東西 但是我會覺得在它實際上 你會發覺它是由頭到尾 都是比較用電腦模擬來做主導整個設計的 就是很多東西還沒有在正式的實驗室 還沒有在正式的天空上試的時候 在電腦裡面已經有七八成的把握在那裡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是 在講那個未來的新的飛行技術 你可以想像不僅是在 這些比較低超音速的飛行 而且在未來比較高超音速的飛行 就是你說 再需不需要一個 一個譬如是能夠做到十倍音速的風動 就是諸如此類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個要求就不需要那麼高了 可以的話就已經在電腦上 已經做到這個效果 成本是很低的 還有也可以做到很精準的 就算你有風動 風動一些也不代表最精準的 因為我們以前有一集說過那些風動的技術比較的 那你的風動它能不能夠 你裡面的風吹得厲害不厲害 不夠的嘛 你只要整個東西都能夠做到很大的 令到你真的可以擺到一部實體的飛機下去的時候 你試的東西才會為之最真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說 如果你的風動是很厲害 但是你的直徑做得很小 你只能夠將你最後那件發明品 縮小一個比例來做一個模型 那其實已經打了一個折的了 已經是出來的那個模擬效果 所以你會看到呢 這次它就是Loki Martin 還有日後很多 就算NASA 或者其他的那些飛行的公司呢 他們那種電腦模擬技術 其實往往成為了他們最核心 最賺錢的東西 最能夠省錢的東西 我想現在AI這麼盛行 再加上那些電腦模擬的技術 再加上呢 我們之前不是說兩次電腦的 我想這些技術 blend在一起之後呢 其實你說以前我們說的什麼風動等等那些呢 不是說不要 但是就 重要性我想大大減低了很多 就是你有了這麼多的技術 是啊 是的 去到你正式找那個人上去飛 就放在那個風動裡再度一度 有些東西甚至乎是 已經吻合了 那個電腦模擬都做到了 同一樣東西 變了那個風動測試 就越來越成為一種 就是 就是我不會說不重要 也都不會說可以完全忽略 但是就 沒有再成為一個 這麼決定性的步驟 我覺得呢 越落後的國家呢 越需要這套技術 感覺不像什麼呢 就是陳博士 就是有些人 他是沒有看過黑白電視 一照片就彩色的 就是等於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拍電視的嗎 電視不是從來都是財色的 就是那些 一例就是財色的 就像中國電視彈射 什麼? 升級彈射?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一例就是電視 我想都是這樣 就是可以 skip了這些步驟 接著他一路做成本 或者那個準確度 一樣東西都會提升 無論如何 這套技術 我們如果將它看上去 那個軍事的用途 大不大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樣說 我們的評論就是 它的速度雖然高 但是它還沒有高到 例如F22的速度 或者我們說到以前Blackbird那些 即是說飛了三倍音速 它又做不到 好了 那說它的籌載量 一看就知道 都不會大得過 我們說的那些軍機 就是銀河 我們說到C-17那些 又不可能 說隱形 它又照計就沒有 我們現在看到 可能是美國那些 隱形偵殺機 那些那麼隱形 或者我們說一些轟炸機 其實它真的 每樣東西都差一點 所以是不是真的 沒有什麼軍事用途 就純粹只能局限在民航這部分 其實你都差不多 已經有 都給了一個答案出來的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疑問的 它整個設計本身 它最初的目標 也都真的不是說要夠快 或者是要夠靈敏 就是靈活 也都不是追尋這些目標 它完全是想追尋這個 夠靜的一種 超音速的飛行裝置 那你剛才 就是我們也有提到 它願意為了靜 是犧牲了少許其他東西 譬如控制的容易程度 還有就是它會多了很多其他那些 大翼、細翼的結構 也都多了少許 犧牲了一些的速度 那它忍不忍應呢 其實只要看它的物料 也都要看著它 其他多餘了出來的翼 也都會不會令它多了一些反射呢 似乎它不是很追尋一種軍事上的用途 但是呢 我會說這個研究的最大價值 即而且在那個靜音那裡 會不會在這裡最後得出來某一些元素 它可以幫到其他的機器 都可以靜 靜多一些 不用達到它這麼理想的效果 但是都能夠相對靜一點呢 這個靜呢 其實不是代表著耳聽內的感覺這麼簡單的 因為這種聲音呢 完完全全是由空氣的壓縮 即是突然之間很強勁的壓力和鬆弛 一個很大的幅度 就成為一個很大的機械震盪 就是這麼吵 這件事是直接影響到整個機身 甚至乎坐進去裡面的人 那種主觀的感覺 即是我可以說呢 這種這樣的衝擊波呢 不只是影響你的意義這麼簡單 是整個人的震動 整個人在感受著這種震動 即是對於地面的玻璃爆還是不爆呢 會不會被它這種衝擊波震爆了呢 那完完全全取決於它這個靜音設計有多成功 那我就純粹猜想一下 即是這一種的設計 你會不會可以叫做借到給其它機器 有一點點的參考呢 那令你是不是都盡量把機器 做長範突出多一點點 令到你就更加容易把衝擊波拆散去呢 那我想有些參考價值在那裡的 是的 那當然它現在那個 這個也是技術驗證的 我們相信 那它接下來的Prototype是怎樣的呢 我們都不知道的 即是你說它接下來會再將它擴大 一定是將它放大的 是否純粹只是將現在的機器 放大還是會有一些改善 會擠下去呢 那這個呢 就沒有定案的 即是我們要再看它之後 即是怎樣擺多一個引擎 這些甚至乎 是啊 因為你再多一個人 動力就一定是不足的了 那它怎樣做呢 那我們就再去觀察 這個技術驗證 不過畢竟對NASA 對Loki Martin 都很大作用 尤其在地球裡面飛 這部機的狀況一定都很大 好 那我們今天 就是和這X-59的探討來到這裡 我們都是北厭其犯提醒 大家多一次 記得訂閱 包括我們NHK軍武器言 和科學生資的頻道 記得幫忙給大家 好 那我們在下一集的軍工開幕裡面 再跟大家介紹更多一些 即是軍武與科技結合的產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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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